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11月25号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由党的最高委员会主席 格雷兹洛夫率领的 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团 习近平祝贺统一俄罗斯党 成功举行第19次代表大会 欢迎格雷兹洛夫率团来华 参加中俄执政党对话机制第7次会议 习近平表示 今年是中俄建交70周年 我和普京总统共同宣布 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共同引领两国关系 朝着守望相助、深度融通、开拓创新 普惠共赢的目标和方向迈进 当前中俄双方形成有力战略支撑 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习近平表示 中国共产党和统一俄罗斯党 作为各自国家的执政党 肩负着推动新时代中俄关系 取得更大发展的责任和使命 希望双方与会代表充分交流沟通 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 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 贡献智慧和力量 格雷兹洛夫祝贺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成功举行 感谢习近平会见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团 表示近年来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两国各领域互利合作蓬勃发展 在解决国际及地区热点问题中 协同努力取得良好成效 统一俄罗斯党愿与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合作 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进一步发展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 中俄执政党对话机制第七次会议 25号在北京举行 来自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 以及中央纪委 中组部 中宣部 中央政法委 中央党校等单位负责人出席 会议围绕新时代中俄关系 执政党经验交流与战略合作的主题进行了对话 统一俄罗斯党最高北援会主席 格雷兹洛夫宣读了 俄罗斯总统普京至本次会议的贺信 对话期间 两党还举行了中俄政党论坛 可持续发展专题会议 中俄执政党对话机制于2009年启动 是中俄执政党就宏观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 进行对话的高级别机制 主题进行对话机制完略性前瞻性能央 如何没准确 recorded